全體實驗室 胡哥來測試 造成眩暈的方式有非常多種 包括了心血管疾病 神經中梳 還有耳朵 如果你看景物的時候 會出現天旋地軟的感覺的話 可能你的眩暈是因為耳朵造成的 耳朵造成的眩暈 該怎麼樣來檢測呢 跟我到耳鼻喉科去做體驗 房醫師你好 我來做耳朵眩暈的檢測 要做哪些檢測 接下來要做的是一個是跳飾 追飾 試動性眼症 還有潛艇功能檢測及溫差測試 我們先來做哪一個 我們先坐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做跳飾追飾的檢測 好 等一下就是看到 這個螢幕上有一個擺點 它等一下會左右移動 或是上下移動 我就跟著擺點移動眼睛對不對 對 就是等一下眼睛跟著看 可是頭不要動這樣子 頭不要動 等一下戴一個眼罩 它會記錄眼球的動作 這眼睛 眼睛好酷 等一下檢查的時候 眼睛盡量長大 然後就跟著擺點看 跳飾檢查還有追飾檢查 主要都是測中梳 譬如說腦幹跟小腦的功能怎麼樣 譬如說你的眼睛可不可以跟著那個點 很平滑的移動 或是可以很準確的追到那個點的位置 如果是正常的話都可以 但是如果有一些中梳功能比較差的 譬如說腦幹或小腦有問題的話 就會追的比較差 等一下我們要進行的是位置性眼症的檢查 會把兩個眼睛都蓋起來 然後會要你做一些動作 譬如說頭轉右邊 頭轉左邊 從躺著坐起來或坐著躺下來這樣子 現在眼睛閉起來 頭往左邊轉 再往左轉一點 眼睛張大 如果前庭有異常的話 因為頭的動作跟姿勢 只要一動就會暈 就用那幾個測試來誘發 看有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等一下就是我會在耳朵裡面 灌冷風跟熱風 可能會暈 然後會暈是正常的 不舒服再跟我說 會暈啊 頭會暈 因為它是用那個冷熱的溫度 去誘發那個暈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去透過這個眼罩記錄 那首先我會先用耳鏡看一下你的耳朵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們要確認 這是兩邊的耳膜的狀態 我先閉著眼睛 然後耳朵有灌冷風 然後就覺得 頭有點暈暈的感覺 然後有點旋轉的感覺 這個是有感覺 有一個什麼冷的氣流 這樣灌進來的感覺 好 終於從一間光明 好累 好想睡覺 因為眼睛要不停的睜大 然後看轉 上下 左右 長 然後還灌風 冷熱風 那個有點暈眩 然後這樣在那種密閉 眼睛看不到的情況之下 真的有點累 不過沒關係 我趕快去看我的報告了 你的這個跳式追式的 這個檢查看起來都正常 你的溫差測試 我主要是看最後這個平均的結果 這個圖形不是很漂亮 正常應該就是 你做了一個弧形的 應該是一個弧形 對 弧形 可是我的左耳好完全平的 對 左耳 為什麼 完全沒有感應嗎 就是左耳的 空門應該有比較差一點 因為你這個狀態已經很久了 所以你已經身體中樞 跟另外一邊耳朵已經有 適應它了 適應它 已經調好了 所以你平常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對 除非你可能在比較累 精神不好的時候 可能這種一邊功能不好的 這個不平衡的感覺 就會顯現出來 謝謝方醫師 各位觀眾 如果我們來做內耳平衡功能的檢測 我也不知道我的左耳 有這種不平衡的感覺 還好醫生說 我現在已經這麼大了 已經跟它和平共存了 大概也沒什麼方法補救了 就跟它和平共存吧 好 我們人體驗試 測試完成